长得很英俊 皮着白马都挺英俊 比如像郭老师这种 就是绝对不可能 德云社心境捧跟杨子 一张嘴直接让班主老郭都沉默了 听那个小道消息 我能说吗孩子 您都已经说了 那您就说吧 你要说不行呢 我就不说 那行那就不行 就是说姊妹家里 真的没说相声的同行吗 要知道当时她还没成年 但却能在和郭德纲的对话中 丝毫不落下风 一张嘴就将语言艺术的表演到极致 只能说杨子展现的胖跟天赋 连老郭都得战术性喝水 怪不得德云社部收女弟子 怕不是被姊妹整出了阴影 放眼整个娱乐圈 能把老郭噎到无语的人 真的是寥寥无几 打一棍子再给个甜枣 姊妹的高情商简直让人招架不住 一句话把老郭夸得心花怒放 你忙着上学 也没法出去拍戏了 有好戏的话 学校还是比较同意我们去拍 谁导的戏算好戏 如您哪 Best place 估计连老郭本人也想不到 自己对过这么多大咖 却差点毁在杨子这个小姑娘的手里 你留着辟邪也好 下板自习回来带着她 没事咱家有您币邪就够了 什么话 感觉杨子都可以给那余明星开个班了 如何轻轻松松拿捏郭德纲 这课程不得分分钟受空 并且姊妹一张口就知有没有 郭德纲问杨子知道PS的全评是什么吗 杨子直接一句还真不知道 直接硬控老郭30秒 这张嘴就来的本事 估计老郭也得再练两年 看到众人PS过的照片 郭德纲刚刚想说P的很像 杨子就立马夸了一下老郭 但就是这夸的还不如不夸呢 甚至郭德纲都开始怀疑 杨子家里是不是有说像上的同行 姊妹也真是凭一己之力 彻底断了老郭生女儿的念想 只能说连刚子都镇不住的女明星 那余再也找不出第二个 两人说话比说像上还搞笑 建议两人在同框录制一档综艺 造福观众回馈粉丝